我们练八卦掌的每天转车 如果问卦在哪里 积极意义何在 可能一时半会儿达不上来 多少年来 尽管九宫八卦讲的纷繁复杂 却很少涉及这个根本问题 其实挂在对手身上 围着树转挂在树下 树就是架设体 空转挂在圈里 原心就是对手所在的位置 比如一个人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抱拳而立 它的正前方就是离挂 背后是坎挂 左边是正挂 右边是对挂 这是四个正方位 与此相对应 还有四个斜角 或者叫做四鱼 左前角是迅挂 左后角是更挂 右后角是前挂 右前角是坎挂 把这八个方位 把这八个方位用对角线连接起来 就是一个米字 把圆心断开 就成为直向打击对象的八条射线 离挂和坎挂和坎挂的连线就是它的纵向轴线 从离挂方向进击就是走中美 走离挂 目前最近 但是这里也有重兵把守 我强敌弱 走离挂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如果敌强我弱 走离挂就容易吃亏 顺挂方向线 是它的左右手 防线的结合部 是它的薄弱环节 这里有空子刻钻 空挂的方向线 是它的击打死角 走这里 我比较安全 它比较被动 阵挂和队挂的连线 是它的横向穿透线 这里的支撑力最薄弱 是跌法进入的惯常走向 阵挂的方向线 是后减刺腿的推道 坎挂 牵挂 是它的后门 这里是它的盲区 从梨挂进步 叫做走中门 也叫拱门 其他个门 通通成为偏门 也叫黑门 奇门 不同的拳种 有不同的理论 比如行一拳 就主张走中门 说是脚踏中门 抢地位 就是神仙也难放 八卦掌 就喜欢走偏门 走旗门 出旗之上 电影武林志 东门 攻击 右脚向右前方 一个扣步 就踩进 迅挂方向线 出手就是踩进点 右脚扣步 踩迅挂 左脚摆步 通向中心点 右脚向右前方 来一个大一点的扣步 一步就踩进 正挂方位线 凝身就摔它 右脚踩中心点 左脚向右后方 倒插一步 就到了正挂线 四腿就摔它 一摆一扣 也可以从根挂线 绕到身后 勾摔 右脚向左前方摆步 踩坑挂线 左脚一个扣步关腿 跌打接翼 左脚踩坑挂线 右脚后跌 又可以形成多种跌法 右脚摆步 踏坑挂线 左脚一个大扣步 就可以绕到它的身后 千坎之地 游走于各挂之间 无处不可以用腿 挂不是死的 因为挂在对手身上 对手一转身 挂也跟着转 他自己会把各个挂位 转给你 例如 他想来个大背跨 就把后门抱了给你 由于走挂 根本用不着转大圈 所以清朝末年 刘德宽 创编了直唱的八卦 只用摆扣步就能走过 刘德宽 又是越是八番手的创编者 所以我对他挺同败 他可算是个真正抓住了八卦精髓的人 这是河北省武术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也是我的同门师弟 还挺复杂的 说到底是八条射箭 加上摆扣步 大道至尽 一通百通 何居多在